早上好 我是嘉炫 欢迎收看8月10号的百格城报 今天各家早报的头版新闻 几乎都是180亿退税基金 遗失的新闻 从各家语言报章中 不难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例如中文报和英文报 立场几乎比较一致 就像新报 新海峡时报 以及新州日报 都在头版刊出了新州政府 对于181令吉的看法 而且新海峡时报 也利用了头版显著的位置 刊出了马骨 从5月23号新政府执政以来 重新回到了1800点 并且肯定新政府的改革议程 终于获得了市场正面的回应 但是同样的新闻 来到了阳光日报和前风报 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可以看到阳光日报头版 新一色只刊登了前朝政府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至于前风报 直接在大标题 放大了所有退税基金 194亿令吉都没有不见 究竟这笔181令吉 是否真的消失了呢 财政部前秘书长 穆哈默·伊尔旺就否认 并且表示 按照重续 所有征得的消费税净项税 都需要汇入联邦政府的统一账户 而当局只需要 在每个月召开的 联邦政府现金流管理会议之后 再决定要把多少钱 存入消费税的退款基金 对于伊尔旺的解释 林冠英昨天就下达命令 要他出示政治证明 与此同时 该部门将会针对此事件 展开内部听证会 而为了确认林冠英的指控 是否属实 乌统林茂区国会议员凯利 昨天已经针对 有关的课题报警 公开调查 并且将会在今天 到反摊会报案 而林冠英在国会 使用打抢的字眼 反对党议员纷纷认为 非常严控指控 要求林冠英收回 并且纠正 但林冠英拒绝 并且强调 这是不争的事实 180亿退税课题 延烧之际 乌统内部出现了 反纳吉的情绪 面对亲夫所指的 前首相纳吉 昨天晚上就在脸书 专页贴文指出 一切指控都是冲着他而来 而不是乌统 因此乌统无需背负 这样的包袱 纳吉更呼吁乌统 不必再为了那些 污蔑性的指控来捍卫他 因为他相信 公正的司法会还他公道 纳吉也坚信 自己是清白的 并且砍弹 自己唯一犯下的错 就是为了人民 国家以及政党 杜出了他最好的 至于首相属 17名保安人员 偷走了350万令吉 大选经费 纳吉就声称 那笔钱是属于乌统的 并且希望当职 能够归还350万令吉 和1亿1400万令吉 给乌统 除了以上17名职员 被逮捕之外 凡他为昨天 在接载里 在充公嫌犯的一批资产 资产就包括了 限缓97万8800令吉 以及多样的物品 目前所有被充公的资产 尚在进行估价 反弹会副主席 阿詹巴基表示 将会继续搜证 协助查案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